大家好,我之前讲土耳其下一步要针对中国新疆了 我今天拿到了一个证据,什么证据呢? 土耳其的反对党叫友好党 是一个I加一个Y再加一个I 这个党友好党是土耳其在野党 他今天在推特上,他的伊萨安布尔副代表 反对党的发言人,他发了一个推特 他说,我们再向卡拉巴赫悬挂土耳其国旗的人们致敬 荣耀全能者,长达30年的占领已经结束 这是土耳其人的胜利 接下来,记住,接下来 我会把这个照片放到封面 你可以自己看,这不是我瞎编 我们的路线是东土耳其 也就是东突厥 东突厥 新疆吧 接下来新疆 克里米亚 吉尔库克 伊拉克也要 你可以看,这个土耳其已经明目张胆 把这话都说出来了 这是土耳其在野党 那这个政党我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政党 它是17年10月25号创建的 是土耳其世俗主义的保守党 它是中右翼政党 中右翼政党 是反对土耳其爱尔多安政府的 因为它也是保守党 但是它是世俗化 爱尔多安是宗教化 它呢支持司法独立 还有议会制 反对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宗教化 爱尔多安呢 想要回伊斯兰世界 但是你可以看 土耳其不光是爱尔多安 还是这个世俗化 其实对领土扩张 特别是对这个中国新疆 他们都已经放话了 我觉得中国新疆 他们是不会饶的 特别这帮突厥人联合起来以后 它的意识形态是凯末尔主义 自由保守主义 土耳其民族主义 公民民族主义 多元主义 亲欧洲主义 它是亲欧洲政党 就是你看 土耳其现在不光是亲欧洲也好 还是亲伊斯兰也好 其实都对新疆想要染指 所以我就一直在说 我这个频道一直在关注 土耳其突厥这个势力 对中国的影响 而且我未来一定会一直关注到 大家通过他这个在野党 发的这个推特也可以看 明目张胆要对中国 中国的领土 明白吧 发出挑衅 下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新疆 他要搞新疆了 所有中国人一定要注意 另外那些天天讲历史 千万千万不要把这帮孩子教坏了 要告诉他们现在发生了什么 土耳其人到底想什么 别每天就蓝色土耳其 替这帮土耳其张目 人家土耳其想着分练你 想着搞你 你自己想朝土的事也得安全安全全炒吧 那他现在是18年4月 有15个 现在是有15个 土耳其共和党的成员加入了他 使他这个 在土耳其内部 有一定的身份了 那他这个党呢 现在看 党主席叫 梅尔阿克苏纳 是一个女的 一年10月25号上任的 他的党纲啊 我简单说一下吧 你可以看看 他是个很小的党 但你可以看 就土耳其 亲欧洲 世俗化的政党 他们对新疆 其实也是有目的的 千万不要以为 土耳其世俗化这些人 就会对中国友好 也并不是 他是要 要分裂中国 要搞中国新疆 已经明确提出来了 他的政纲啊 他是使土耳其成为世界第十大经济体 五年内提高全民平均收入至14500美元 实现 现在土耳其人均收入7000 掉了一半了 实现11年内平均受教育年龄 他是11年 中国是9年义务教 他是想要推到11年义务教 五年内为40岁以下的女性 实现100%十字率 土耳其现在十字率 女性十字率还不高 40岁以下的女性 五年内成为全球繁荣指数 前40名国家 实现每年有5000万外国游客 平均花费1000美元到土耳其旅游 这个功劳看来得问咱们这个袁腾飞 袁老师 带着旅游团天天去 蓝色土耳其 你又为这个政党贡献了很多 袁老师 去土耳其旅游 旅游挺好的 但你得知道人家目的是啥 为人家贡献 贡献旅游收入 然后人家 这政党自己说的吗 下一个就是新疆 东突厥 实现一年内恢复议会制 通过新宪法 一年内建立民主政党法 土耳其国内政治上我就不多说了 多说你可能也不懂 土耳其国内政党多如牛毛 但是这个是第一个明目张胆 把中国新疆问题提出来的 下一个中国新疆 我呢 大家都知道我关注土耳其 我对土耳其也很了解 所以呢 我把这个 我把他这个推特 截图我放着封面 看我节目有很多人 也关注新疆 也关注土耳其 我希望你们自己 你们至少是中国人啊 你们至少至少是中国人 我觉得不要老天天提 什么自由民主 也得想一想 中国新疆如果乱了 中国能好吗 土耳其就是要搞你来了 你们自己也想一想